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今天大家可能會覺得為什麼畫面裡面我的頭這麼大 所以我換了一個新的鏡頭 希望可以拍到更清晰的畫面給你們 然後另外呢就是我現在是要跟時間賽跑的朋友 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五點了 所以我要跟陽光追著跑 那今天的影片呢是我累積了大概五六個月吧 的空瓶劑 你可以加空瓶劑可以加空空上可以加empty 總之就是我最近這幾個裡面 問心無愧把它用光光的東西 那先disclaimer一下今天的影片呢 完全沒有贊助的成分 有一些是品牌寄給我的 然後大部分是我自己賣的 就是單純一個分享的心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島電です 日本語の勉強する準備はできましたか? 初めまして 我是大島 廣東話和日文都是我的母語 一直以來有很多觀眾都很想學日文很久了 今次我會用廣東話教大家日文了 如果你喜歡日文 又想在日本旅遊認識朋友的話 就一定要跟我學出實用的 基礎日文情景會話課程 それでは皆さん 我和一緒に日常かつ 簡単的日本語を勉強して 日本に行きましょう 我們先從隱形眼鏡開始 好了 我這邊有一堆 OLENS的隱形眼鏡空盒 那其實這不是全部 我只是稍微留了一些 我平常比較常戴的款式 我自己最近很喜歡的就是 Glowy Natural Mocha跟Latte Brown兩個都很好看 它戴上去是你的眼球會有很輕微 但是非常細緻的雙色漸層 是一個非常自然 讓眼睛很有神的一款 然後其他就不用多說啦 VV RINGS跟SCANDY都是老朋友了 其實我最近有拓展了一下我的Comfort Zone 然後去試了其他品牌的隱形眼鏡 只是因為還沒有空瓶 所以我今天就不特別講了 我戴了好幾年都還是不斷不斷的去回購的 ODYS But Goodies 再來是一個化妝棉片 然後這個品牌是Cannibal 我上次暑假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順便帶了一盒 它沒有什麼好說 它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化妝棉 不管是拿來卸妝還是濕膚 它不會掉那種屑屑 很多就是你可能卸完妝之後 臉上會有一些棉絮有沒有 這個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當然價格也是稍微偏高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還蠻值得的 再來呢我們先做Skin Care好了 卸妝的話呢我有這個 這個是我在韓國戰利品的時候 也有分享過的 這個叫阿里歐嗎 阿里兒的卸妝油棉片 它裡面有附這個小夾子 就是盡量讓你可以保持衛生 每次拿的時候不用直接手去接觸到那個棉片 認認真真 1 2 3 我已經整整用完3罐 然後第4罐現在在服衣中 它的卸妝效果很好 就你慢慢卸的話 其實連一些防水的睫毛膏跟唇膏 都可以卸得蠻乾淨的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卸妝油的 但有些卸妝油是臉上會有那種 或是感覺好像毛孔被堵塞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款就不會 清潔力很不錯 又溫和 然後也不會堵塞毛孔 你看我都用完3大罐了 其中一個還是我上次請朋友 從韓國帶回來給我的 卸妝界的朋友還沒有完 好不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老朋友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卸妝品牌 就是Bifista 這個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卸妝棉 然後這個是 就是用一身大推的眼唇卸妝液 這個就是非常方便 然後又很輕便 濾型Perfecto 然後這個就是 你用過就回不去了 最難纏的防水睫毛膏 它都可以很輕鬆的卸除 我這個自己應該已經買超過10罐以上了 再來我們來講面膜好了 因為我跟你說 我最近幾個月真的是面膜狂人 我現在基本上一天會敷至少一片面膜 我有時候是早晚各一片 這是我面膜的空空商 先跟大家分享下我自己的膚況好了 我是中性偏乾 然後鼻翼這邊因為鼻子過敏 所以很容易會泛紅 所以我在選面膜的時候 都是以舒緩跟保濕這兩個重點去選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就是這個 NEOGEMS的超爆水面膜 這個我自己回台灣的時候 都會去囤個幾盒回來這樣子 因為比較便宜 這個面膜敷完真的是超級舒服之外 它真的很貼 就不是那種唬人的貼 就是它真的非常服貼在臉上 敷完之後你會很明顯感覺到你的臉是細胞水的 而且這個保濕是可以鎖到隔天早上 到你上妝的時候都還是可以很服貼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這個 這個好像是公關品來的 是麥秀雷敦的草本鮮活水面膜系列 然後我這個是蘆薈補水面膜 這個我也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它是適合所有皮膚使用 特別如果你是乾性肌的話 應該會蠻喜歡它的 因為它也是敷起來非常舒服 很飽水的 再來是Gubi寄給我試用的這個 我不會唸 Consize C-O-N-C-I-Z-E 它叫做 Recovery Calming Mask 這個我覺得是你的臉如果 就是極度的乾燥或是有脫皮泛紅的 比較問題性肌膚的時候 你用它你可以感覺到你的皮膚的 那個修復的速度是有變快的 那它的那個質地稍微再黏稠一點 因為我知道Gubi它自己的皮膚是超級敏感肌 所以它非常注重護膚品裡面的成分 Gubi推什麼我都很放心的用 接下來這個我也覺得超好用的 是這個Dr. Wu的 叫做 我不會唸 Ultimate Hydrating Mask 這款的每一片精華打開都真的是爆出來那種 我都還可以就是擠在手上 還可以上完我整個手 這款如果你臉很乾的話可以敷 真的蠻好用的 我今天會介紹到的面膜都是我覺得好用的 因為不然我根本就用不完 我現在櫃子裡面還有很多 是我用不完的面膜 再來這個是韓國最近超級紅的Torridon的面膜 其實反而Torridon的面膜在我身上我覺得還好 我比較喜歡他們家的精華跟那個cream 他們家這個系列真的是又清爽又保濕 但就是面膜wise我覺得還好 Unpopular opinion 最後一個呢雖然還沒有到空瓶 但這邊剩兩塊了我就還是分享給大家 這個也是我最近超級愛在早上化妝之前敷的 這個Milk Touch的 它叫做Hair Soothing Mask 我有一次看了好像是沙沙的影片吧 反正它就說每天上妝前它都會敷這個 那我想說我都有了我會來試試看 結果我試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開始每一天都敷它 我早上洗完臉之後會直接先敷著它 它是一個早上我敷完之後 我覺得我皮膚的毛孔有在呼吸的那種面膜 敷上去的時候是我有點冰冰涼涼的 然後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是很清爽很飽水的 我現在裡面大概還剩下最後一塊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這個我應該下次去韓國也會自己再補一盒 我喜歡到我想要問客戶說可不可以來做團購 因為我真的 我每天敷 OK 對 大家Hang in there 我們到Skin Care了 第一個精華就是我剛剛提到過 韓國非常出名的這個Tourden 我喜歡到已經把一瓶跟一個補充妝都用完了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適合你 如果皮膚沒有什麼大狀況 你單純的想要做日常的補水的話 你的臉會一整天又清爽又保實 但如果你的皮膚最近可能有泛紅啊 有顆粒感啊 就有些小問題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一些比較功效性的精華 譬如說我們的老朋友 就是Lincoln的小黑瓶 這一關真的是 超級喜歡 我已經講了無數次了 就是我人生中前三名的精華一定有它 它用完之後臉會很滑 而且它的那個修復程度是很棒的 你就認真用個大概三四天四五天 你會感覺到你臉上的那個顆粒感跟粗糙感減少很多 所以我每次坐什麼長途飛機 或者是睡不好 你知道周車勞頓的部分 回來之後我就會用小黑瓶做幾天的修復 效果很好 再來就是一個小小的旅行妝 也是一個非常多人喜歡的 Esta Lauder ANR ANR是我覺得很適合皮膚日常保養的一罐 它就是你持續用持續用 你會感覺到你的皮膚很穩定的那種 就是很lowkey很默默的精華 你知道嗎 再來呢 我們來講一個沐浴乳好不好 沐浴乳我都有 沐浴乳的話呢 我用完了一罐這個TEMPERANCE的SHOWERY BODY WASH 然後味道是FOG 它 是什麼味道我已經忘記了 已經有點久了 對不起 你可以想像你就是清晨一起床 去森林裡面散步 然後呢旁邊那個樹枝會這樣滴水這樣 那種潮濕的清晨就是這個味道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比喻還蠻貼切的啦 但是如果你們就是想像不到的話 我也沒辦法了 你們下次如果有去韓國的話可以繼續聞一下 很喜歡這個 再來分享個頭髮的好了 蓋子已經被我弄壞了 就是ANILO的這個髮油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他們家這個Rosy Night系列 包含它的shampoo啦 精華素還有這個髮油 都很喜歡 那個玫瑰味是我覺得做到恰到好處 非常舒服很pleasant的一種玫瑰味 然後剛好我最近 啊滴水滴水 這個還沒用完 但是順便給大家看同一系列的 還有這個洗髮乳跟這個精華素 很random講一下我自己非常喜歡他們的精華素 它的特別是它是像這樣子水對不對 然後呢你在洗頭髮的時候 你就把它這樣澆在你的髮尾上面 它會從水開始變熱然後變成泡泡 透過發熱的過程它會把那個護髮素這樣更吃進頭髮裡面 像我每個月都去染頭髮或是平常會做造型 我日常就還蠻喜歡用它的 再來我們講一下洗面乳好了 洗面乳我這邊有 登登登登 兩個 一個是ISO 這個是Parsely Seed Facial Cleanser 是我之前不知道買什麼的時候它送的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不會起泡的那種洗面乳 所以如果你喜歡那種泡泡感的話 你應該不會喜歡這個 我自己用後感呢是 我沒有什麼用後感 就我覺得還OK 它有做到一個cleanser該做的事情 但好像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我是不是得罪了品牌 I'm so sorry 它是一個清爽溫和的cleanser 再來下一個是我真的認認真真用到扁扁扁的 這個POLA的BA洗面乳 我是去年的時候開始接觸到POLA 然後我發現這真的是一個寶藏品牌 但它們家最有名的BA系列就是抗糖化 我們平常因為外在的污染或是我們吃的東西 都會影響到皮膚可能會糖化 那細胞糖化就會造成皮膚暗牙或是有暗黃的狀況 那這個系列就是可以把你臉上的那個黃黃的感覺給洗掉 我自己是喜歡洗面乳有泡泡的人 所以這個的泡泡非常的綿密 而且洗的時候非常舒服 不會有那種奇怪的塑膠味 你可以感覺它的皮膚很溫和 但是很深層的被清潔到 就洗完之後我會覺得臉很乾淨 把那些底層不好的東西都洗出來的感覺 然後他們家的toner也很好用 當然因為他們家的東西是比較偏貴的 所以如果你有budget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大家去看看POLA這個寶藏品牌 但大家還是根據自己的預算去選東西好不好 天啊我今天到底要錄多久 我的空瓶超級多 makeup的話呢我先來講一下底妝的部分 第一個呢是一個防曬 這個是Serenia他們家出的Mooney防曬 那因為我的臉是偏乾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這支防曬 它不像是我之前喜歡用的那種凝膠感的防曬 也不像很多防曬它會有點像白白厚厚油油的一層在臉上 它擠出來會有帶一點點的粉色 所以你擦上去之後除了可以校正膚色 它非常好推而且也不會跟後面的底妝打架 不會有那種起屑什麼的 但是它在臉上不會死白很好推 另外它在臉上非常的舒服 而且會帶有一點淡淡的光澤 OMG 這個的話我覺得是如果你皮膚很乾的話就會很喜歡 但是如果你皮膚是偏油的話可能這個就不是那麼適合你 這個其實我有在想要不要主動爭取一下團購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支防曬 覺得大家可以比較划算的入手看看這樣 應該是我近期用到最喜歡的防曬了 底妝的部分我用完了兩顆這個正宣墨的氣墊粉餅 因為正宣墨這個它沒有單獨的補充包買 它就是你買的時候它一盒裡面就會再多一個補充包 這個我也提過超級多別了 它就是一個妝感非常漂亮帶有光澤感的奶油肌 我的菜 這個是他們家的Essential Skin Neuter Cushion 我是中性偏乾 那如果你是油肌的話他們好像還有另外一款可以選 總之它的這個妝感是我上完之後會覺得 哇 再來呢這個是我之前跟Eca團購買的這個Parnel Cushion 這個也是我覺得蠻低調小中但很好用的氣墊 它也是那種我覺得我上上去感覺皮膚還可以呼吸的分底 即使你疊擦也不會覺得臉上突然有一大塊東西就蓋在上面這種 它的那個質地調得非常的好 這個是舊版的氣墊 然後他們最近有出一個新版的 拿新版的給大家看 舊版的 然後這個是新版的 它從亮面變到霧面 新版的我覺得它的妝感又再更細緻了一點 另外還有什麼呢 每個女生的化妝包都應該要有一個的好東西 就是這個Etusay的Press Powder 你看 超有成就感的耶 它粉超級細緻又不會亂飛 然後又很compact小小一個 戴在身上冰妝效果又很好 價格也算好入手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個不算空瓶但是我想單純提一下 就是Etus這一盤眼影的這個顏色 它叫做Sweet and Salty 是嗎? 我今天的眼妝就是用這盤Etus的Cookie Chips畫的 然後我自己特別喜歡這個已經被我用到見底的顏色 它的名叫做Sugar Powder 非常非常漂亮的珠光色 下面這個顏色叫做 Jam Cookie 超級美 這顏色超級美你看 有看到嗎? 超級漂亮的珠光色 而且我最愛這盤的原因是它超級不菲粉 很多韓國的眼影盤那個珠光色 我上完之後都要深吸一口氣 因為我整個臉全部都是亮片 它的那個亮片效果做得超級好 又閃又貼 不過他們已經退出香港了 而且我不知道這一盤還有沒有 如果大家去韓國然後有看到的話 我是很推薦這一盤的 單純分享一下 因為我有一顆用完了 我們接下來到影片的最後一個部分 那就是香氛 香氛很恐怖的 各位大家準備好了嗎? 先來講講我最近的Obsession就是 現香 Incense 我這邊有一個Lululemon的 是不是很特別 Lululemon 還有一個Esob的 Lululemon這個是公關品來的 它是Sandlewood 那Sandlewood是我其中一個 非常喜歡做室內香氛的一個味道 Esob的這一支它叫做 Murasaki 這個味道呢你就這樣子聞 我覺得有點像小時候吃的那種酸梅糖 但是它實際燒的時候 會再多一點點煙燻的味道 它會讓整個房間充滿著一種 甜甜的很沉穩的木頭香 缺點就是這個真的蠻貴的 我記得這樣一pack 應該好像就要200多塊 300塊港幣吧 我自己是覺得很貴啦 所以我現在還蠻省著點 先講香水好了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Chanel的Chance 這個就是他們家最經典 那個粉紅色的Chance香水 這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自己買的香水 它就是一個甜甜很少女 帶一點果香也帶一點花香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這個味道很有辨識度 就你只要聞到 你就會說是Chance 這樣 再來呢應該是我去年香水的前三名 一定有它 那就是Le Labo的Another 13 這個味道超級有名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它是Le Labo裡面 算是普羅大眾 不論男女都很可以駕馭的一款香水 而且這個味道最特別的是 我覺得它在每個人身上 聞起來都有點不太一樣 它噴在每個人身上 你會知道它是Another 13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每個人的Another 13 好像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它最特別最有趣的地方 它會融合你的提香 變成一個專屬於你的味道 我那時候買了50ml的想說試試看 然後我喜歡到我已經去買了一個100ml的 在那邊 TMI DK好像也是用這個味道 再來我們很快還帶過蠟燭 首先我有這個JOMALONE的English Pear 這個味道不需要再多解釋了吧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不太會聽它的名字 Go Mailing Goats Mailing Goats 然後它的味道是Strawberry 這個味道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適合一些家裡很設計感的人 這個味道給我一種很Modern的感覺 不過他們家最有名的應該是那個皮革系列 然後我朋友超級愛 所以你們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那接下來這兩個也是我家的強柱蠟燭 Be Candle的Sandlewood 還有這個Bath & Body Works的Ebony Scents 我會買它 因為我上次去沒有買到我最愛的Fireside 然後我就退了求其次選了它 但其實還蠻喜歡它的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第二顆 然後外面有一個第三顆 This is how much I love it 我剛突然發現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玉米絮茶 這是我有一次無意中在韓國超市買了它 想說配飯 就無意中發現 它很可以清腸胃耶 我每一次喝它 我隔天就會超級順暢 我不知道是哪來的魔法 還有 OK 我大概講了一個小時了吧 一個多小時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裡 外面天已經開始黑了 以上就是我最近大概半年期間用光光的東西們 雖然不是到全部 但是也有蠻大一部分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除了空空賞之外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會想要看我拍 什麼favorites之類的嗎 通常能夠被我用完的東西 就是我都還蠻喜歡的 但是也是有一些我覺得很好用的東西 可能還來不及用完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再思考這一點啦 你們也可以讓我知道你們的想法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再見